好的 那麼還有一個問題也是關於這個離婚的 他說這位朋友他的這個案例是 他說離婚的時候他的律師的index的number在網上 發現他把他自己的信給寫錯了 這都變了人了 那這個到底怎麼辦呢 怎麼樣補救的方法呢 是要去改證一下還是不用改證呢 你說離婚的時候發現名字是錯的 對 他發現他的律師可能是把這個一方的這個信給寫錯了 last name給寫錯了 OK 那就是如果是這個離婚狀子的話寫錯的 那就去申請一個amended的這個離婚狀子 amended petition 修改一下名字 如果他們有什麼錯誤都是可以修改的 只是要去跟法院重新申請 然後把修改的這個文件遞上去 所以就改一下就OK了 其實沒有說多麼大的 不需要全部paperwork重新做 不需要 他是已經判決了嗎 還是只是剛申請上去 他就給了一個很短的問題 他沒有學具體的 我們就說如果他是只是剛送上去呢 還沒判呢 對 如果是剛送上去的話 那很容易一個修改的amended文件 送上去就可以修改了 如果是已經判決下來了 然後他這個整個離婚程序就是六個月以上的程序 他都沒有發現 然後等到判決以後才發現的話 因為判決書是有法官的簽字 那要再去修改一個新的判決書 然後新的叫法官再重新簽字 那就比較麻煩了 如果是剛送上去的話 法院還沒看 法官都還沒有判什麼東西 那要修改是很容易的 那這樣來說的話 判完了以後這個名字又判錯了 那是不是相當於 我就比如說這個離婚就離錯人了呀 還是我到底這婚離沒離呀 這怎麼感覺 對 判決一定要把它修好 因為名字要放對的 不然就不是這個人了 哇 好吧 還是有一點點複雜哎 對 可是通常就是馬上遞上去 然後拿回來 如果名字是錯的 應該馬上就看到 因為這個離婚是個六個月的程序 那有很多的文件 他應該不會 這麼多的文件都不會 都沒發現是錯的吧 不是 說不定在世上真有這麼糊塗的人 我跟你講 好的 好的 真的有可能 好的 謝謝這個楊安利律師事務所的楊安利律師 謝謝你的解答 不是 好 我們有機會下次再見